今天我们讲解的是中国护照公安论能 中国护照大家都知道 做护照如果在海外久的人 他需要公安认能 就是你如果在海外已经很久了 或者你之前出海外的时候 根本就是没有做过中国护照 或者里面已经没有记录了 他里面档案里面已经很成语了 就是护照完全没有这个记录了 然后他需要到公安去认能 认能的条件是什么 他需要你有中国的联系能 那中国护照才能够做出来 公安需要认这个能 叫家里能去认这个能 认了才能做护照 听清楚啊 不认做不出护照来 然后流程是怎么样子呢 第一是申请是要提交的 提交之后 然后才是材料提交 材料提交之后 视频面谈 视频面谈之后 开始公安认能了 听清楚公安认能是第四步了 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如果公安认能没有通过的话 你的护照是做不出来的 最后才制作 护照制作 今天讲解的这个公安认能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不认的话 你就远远回不到中国 公安认能是怎么样的 一般他会打电话给你中国的父母 兄弟姐妹子女夫妻 如果这些人都没有的话 他会打给你的叔叔或者伯伯 也可以就是去认能 认能是怎么样一回事呢 之前是能必须去 那现在中国疫情有时候严重 是因为视频认能的 就是他会打电话给你这些兄弟姐妹 反正这个打的电话 就是你提供了中国护照申请的时候的联系人 联系人要写清楚 护照写清楚 然后公安就会打这个电话去要求认能 认能是这样的 他会这样说 我是某某公安局 你的海外的一个亲人 这个某某人 他要申请护照 申请中国护照 或者他根本就不说中国护照 他就说你过来认一下吧 看看是不是你的亲人 你就过来认照片 过来确认的 有的时候会叫你签名 有时候他没有太远了 没有办法来 有时候公安会叫当地的那个 呃 当地的村 村干部 呃到你家里去家房 或者因为他联系不上你 或者他通过微信跟你 跟你谈话 就是确认有没有这个能 海外有没有这个能 你要记住 千万记住哈 千万叫家里能 如果被打电话 千万不要拉黑 千万不要把这个公安给拉黑了 再说一遍哈 你千万不要把公安给拉黑了 这是真的公安 他不是诈骗 有很多人认为这是诈骗 马上把公安拉黑了 微信也拉黑了 那公安就联系不上你了 那公安是不是 他联系不上你 确认不了这个能 公安就不会管你了 你的那个护照就远远做不出来 所以你千万别拉黑 他们没有要骗你钱 他们是要你去认能 认能跟钱是没有关系 你进去签一下名字 认了能就能做护照 不认能是不能做护照的 那认完能做护照要多久 大概 如果这个能没有案底的话 如果有案底 他是远远做不出来的 没有案底的话 一般到一个月之内 等公安回护过来 护照就会做出来了 你千万一定要说 这个是中国人 这个是你的亲人 然后一定要 如果要你声明上签字 你一定要签字 你如果拉黑了 你就拒绝承认这个能 然后他就远远做不出护照来 护照就会被拒绝 他是远远一辈子 如果你不认能 你是一辈子 也回不到中国去了 就是远远远远 一辈子都回不去 没有能去认这个能 他就回不去了 切记 切记 公安认能这个很重要 所以说 你这个 在那个你做护照的时候 一定要跟家里人讲好 你看看年纪人是谁 如果是父母 兄弟姐妹子女 或者夫妻在 一定要跟他们讲清楚 这个 就是将有公安打电话来认能 不是摆碰摆打的 就是有时候会打是因为你 你在英国太久了 从来没做过护照 而且你出国的时候也没有 做过护照 他就会要求认能 认能这个环节呢 很多人护照卡住在这里 就是要提醒伙伴们 这个认能这一步很重要 不认能就不能做护照 如果不认能 护照有时候会卡住 卡 有一个人卡了半年 半年一年的都有 就是做不出护照来 就是因为没有认能 然后那个 那个人 他就来问陈先生 为什么我做了半年的护照 还没做出来 原来 他妈妈 不去认能 因为他妈妈把公安给拉黑了 然后他就远远做不出护照来 他因为不知道 以为是诈骗 家里人都以为是诈骗 所以这个就是 曾经的案例分享给你了 谢谢你了 今天的视频就给你解释到这里 如果你有任何不明白的 可以添加 陈先生的微信号 QO的UK 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 在微信上面问陈先生 陈先生一有任何 一有空呢 就会给你回复了 谢谢你了 今天就讲解的是护照 中国护照认能 希望伙伴们做的时候 要多加小心 因为如果认不了能的话 护照是做不出来的 一定要去认能 OK了 就这样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